英國十二號禮拜五 最五十點 鷹人花王時 共享大眾間 跟主比敲道發揮 連到電話 空離 離數離三 九十四百 警察十方台地 擁有真王參加 阿蜜豆腐 接下来請收看 海濤法師 红髮型 作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是我呢 願你注重苦呢 作法是什麼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們 心像時辰 但獲得永恆不變的寬暖 這真理 是什麼 是萬物深深呼吸的自然發生 一切切 一切皆因緣 卻而殘留 由因緣山而消失 緣山緣滅 就是真理的現象 當我們 當我們無從了這幾人的發生 也就是當想解脫之事 當我們無從了這生命的發生 也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當我們無從了這生命的發生 也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當我們無從了這生命的發生 的地方 有些人 也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這生命的發生 動作詞 就是把想解脫之事 来 请各位念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愿成佛道 仆度众生 好 请方长 那我想修学佛教的重点 就不离开三皈依 那真正的皈依 站在大乘佛教 就是皈依我们的佛性 菩提心 所以就是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我们能够去了解 如何开发出 对整个世界的众生的关怀 体悟到这个真理大道 原来做人的目的呢 就是应该要 发无上菩提心 来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做这样的视线 虽然他拥有世间的一切富贵 转轮胜亡 但是他不追求这种 世间的快乐 放下出家苦行 正觉缘起 菩提树下成佛 而且示范了一个圆满的人生 转经 弘法立身 留下了一个模范 因为呢 因为呢 世间再多的金钱财宝 在座的地位 都不能够解决生命的痛苦 所以 佛陀为此而成佛 事先跟我们一样 而成佛 来利益众生 那发菩提心以后呢 那各位 不是光发心就算了 又如何让自己成佛呢 那就深入经障 智慧如海 佛已经成佛了 那把佛陀的教法 来听闻 如果我们生在佛的时代 那多好 那我们跟在佛的旁边 学习成佛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没有 佛陀在世 那我们按照佛陀 所讲下来的成佛之道 特别这些经典 大家去深入 因为你不去深入经典 当然这个深入 不是文字而已 但你必须从文字 而达到你内心里面 真正的经障 是你的心态 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透过 比如说我们看《地藏经》 那我们才知道 我们应该要孝顺 而且生命有轮回 有这个夜报 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发菩提心 做国王 做孝顺的女孩 怎么样呢 去帮助她父母 帮助国家百姓 帮助众生 的方法 那当然 这不是说 《地藏经》是讲 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跟我没关系 那我如何把地藏菩萨的 这种身口意 融入我身心里面 我要变成地藏菩萨 开发出我们的地藏菩萨的 总性 因为众生皆有 成佛的总性 所以呢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开发出我们 本性的智慧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经典 要听佛法 那我们台湾非常好 那些祖师大德 很多善知识 很好的经典 都印给我们 台湾真是的 免费免费 到处的华颜经 般若经 楞颜经 各种的传记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是各位 你要真的愿意看 我发现很多人就不愿意看 那有些人看呢 不愿意思维 有些人思维呢 没有在修 那都好可惜 所以世间人说 一天没看错 那面让人很错 一天不读书 面目可真 修行人要有修行人的一个 文跟武 武是一种慈悲承担 文是一种实修 对经藏的了解 所以你要多读大乘佛法 那你才能够跟人家 按照佛陀的教法 解决他的困扰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边 经常去海边做烟供 那后来一个女生跟我说 那叔父 你们在做烟供那边 有个男居士帮忙弄弄弄 他一见面就说 我有两个堕胎胎 怎么办 那我说接下来 他说你只要给我 六百乘以二 我就帮你超度 我说那 因为你没读经典 一千二亏了就算了 钱不能解决问题 那重点是你自己 有没有知道正确的方法 超度那些祖先 超度往生者 超度堕胎胎儿 佛经写的很好很好的方法 按照地藏经去做 守八广在界 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你不需要说被骗 所以我想现在 如果各位你愿意多看经典 那很多事情你可以应论而解 不但了解自己 可以了解众生 就像一个医生 他要看很多医学书籍 医学资料 因为什么病都有 而且他也要去 跟他的同学老师 在讨论 在研习 怎么样可以解决更多的痛苦 那如果你不喜欢读大乘经典 说你有悲心骗人的 为什么 我读一部阿弥陀经就好了 我读一部地藏经就好了 这个说法不慈悲 因为这个说法是你喜欢读 但是众生有众生各种的根气 佛陀讲这么多方法 就针对不一样的众生在讲 同样大家喜欢成佛 有些从这个门进来 有些从那个门进来 那你要广度众生 那你当然要博学 也要深入 所以各位一定要 读诵大乘经典 所以我们印经协会 来自各教中心 摆了很多经典 很多善知识的书籍 各位要 不想睡觉 也想把它看完了 因为这样可以圆满菩提心 也可以断除我职 也告诉我们如何菩提心的方法 第三个 自归一生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那大乘佛教的目的呢 那就是要帮助众生 那你帮助众生 你要有引导众生的能力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不是管人家 不是管人家 是一种道德的影响 释迦牟尼佛 他不是一个权力者 不是一个王者 他是一个道德的影响者 他留下来是一个真理 而不是他的肉体 所以那我想各位一定要能够同理大众 就像我们现在在放生 超度 这也是先结缘嘛 对不对 你跟他结这个生命的缘 得到这个布施超度的缘 那将来那你就可以引导他 佛陀说你不跟他结缘 就像佛陀对吴比丘 布施了多少次的生命 那这吴比丘在佛陀成佛以后 也不见得马上信服佛陀 对不对 那佛陀还要善巧方便 现威仪向 慢慢的跟他们讲经说法 但是没有过去这个因 他也不想听佛陀说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想要成佛 那叫积极的结缘 今天是一照备功德 所以我们今天在青海 也救了108只牦牛 随喜功德 刚刚他们传相片给我 牦牛很肥啊 我们救了大部分都是母的牦牛 那救母牦牛的意思是说 这些母牦牛替他们产牛奶 然后呢不能产了 他们就会把他杀掉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先钱给你 那些活佛证明帮他们 西藏人这一点还好啦 帮他在耳朵上做个记号 今天请了很多闭关的上师 出来为他们加持 因为闭关很有力量 那这108只牦牛 就这辈子不会被杀了 但是为什么5000块 那一只牦牛本来应该要很贵的 那为什么5000块 那至少他们还给他产产牛奶 而且活佛出现了 他们感恩 西藏人也认为说 那我这辈子至少不失一只牦牛 我这辈子杀牛的恶业都消除了 所以这个5000块台币 太便宜了 我们到不单去1000多块美金 超过要有更大的1500美金 等等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钱是小问题啊 能够救命比较重要 而且那这只牛 等他不产牛奶了 他们的集中放在草原上 不是给他们炒 安享天年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佛已经是佛弟子了 你不能伤害他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只要在书圣日 就要像今天一样 守八幻灾戒 发菩提心 大作功德 那是各位 刚刚我们一水洗功德 这108只牦牛 死后升天 乃至来世做人 会不会跟我们结善缘 你就统领了108个弟子 因为你至少这样 所以我们叫广结善缘 各位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的师父才跟我说 以后你想要出家 做大法师 可以同理更多人 一直要累积善缘 你没有累积善缘 我很多同学 是兄弟 是博士 硕士 但是没人 没人 一辈子就OK吧 就这样过吧 没人 因为没人跟他结缘 他也结不了缘 他也觉得 有一点纳闷 有时候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内容也讲得很好 但是人家不听 这就是佛教讲 业力不可思议 因缘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 不断不断 到处结缘 所以各位你现在做功德 回向缅甸 回向西班牙 回向加泰隆尼亚 这个加泰隆尼亚 今天脱离西班牙 要独立 这下西班牙政府 大事大事 到底要怎么协调 要打仗吗 欧洲人现在不喜欢打仗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 那当然我们回向 希望他们两个 无论如何和平和平共存 和平和平这样 那你回向给西班牙 加泰隆尼亚 那你跟他结缘 那顺便要写牌位 西班牙内外 所有友情众生动物亡魂 事实上我们才帮他解决问题 他们不了解是这个问题 人生病都以为是 医生的问题 吃饭的东西 这佛教讲因缘所三法 你一定要帮他忏悔 祖先有没有超度 圆经在祖先有没有超度 对不对 心态有没有改变 对今能不能多吃素 那种种因缘和和 有没有孝顺 没孝顺怎么医也不好 因为这个身体是来自于爸爸妈妈 这一点你都要去观察 我们也帮他回向 所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是一种悲心 那你如何同理大众呢 你叫无称忍辱 柔和柔软 软语 就是你要很柔软 而且讲话好听 不思爱语 对不对 那你 不然你怎么样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而且能够带领了大家去朝拜三宝 河南胜众 河南就是大家一起来归三宝 亲近善知识 所以归身 如果能够亲近到善知识 那这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佛教里面的大乘就不离开这个 来 发菩提心 第二个 深入精湛 体悟空性 调育众生 同理大众 慈悲忍辱 普度有情 那各位要 天天要善归义 天天要善归义 而且善归义的意义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 是为了自理理他 所以各位现在我手上有一本 佛经法语 今天还会发另外一本 大宝基经 内容非常好 时间可能讲不完 那我们就跳着看看 请各位翻到三十二页 三十二页 请各位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精进文师修 实践戒定会 普度诸众生 那我们听闻 来自读诵经典 是为了实修 实修这样表现的成为 我们的行为跟心态的实践 叫戒定位 戒是行为 定会是心态 然后呢 这样我们希望能够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 我读了觉得很好 我自己研究 那就不是大乘佛教了 那各位觉得很好 光一个放生吃素 全世界你要讲一遍 你要翻成各国语文 用各种善巧方便 把这个法弘扬到全世界 要很积极精进 这里面要讲的就是 善知识 那我们听闻佛 我们能够接触三宝 一定是从人接触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接触 更多的善知识 不一样的善知识 所谓善它就是用 动机善良 它不是利用你 知识呢 那代表它知见正确 那这个人 他讲的都有佛法的道理 可能他站在 解脱道的立场 站在汉传佛教 站在藏传佛教 但是他的动机 都是一个善良悲心 他的实修的经验 给我们了 所以妙法莲花经 第一句 我们一起念 来 所以各位 现在我们一定要广众善根 如果善男子是有善根的 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广众善根故 什么叫善根呢 不贪称痴的 而且呢 利益众生的 大家受保管再接 送地乡经 放生 帮助老人 我们天天在种善根 这个善根 具足了 那你就生生世世 得欲善之事 很好 我这辈子很有福报 我首先碰到的是 法政长老 教我吃素放生 超妙法莲花经 拜佛 学饭拜 用声音度众生 碰到我师父 讲了法菩提心的教法 特别人间佛教的 入室的教法 然后呢 真法长老 引导我 法菩提心 引导众生 来着念佛生净土 但是要念佛生净土 真法长老说 要深入山藏 所以他办佛学院 而不是说 你不看阿罕经 真法长老说 什么都要看 那你才能够了解 净土的殊胜 他知道什么叫 菩提心菩萨界的意思 碰到绝光长老 给我讲的这种 真实的天台中的 入室的关怀 跟行为实践 绝光长老开了 八个老人院 这个世界没有人跟他一样 八个老人院 十几所学校 从弱智的 弱智的学校 到这种 贵族的学校 用这种方法去 度众生 所以台湾现在有 佛光山的学校 中台的学校 慈祭的学校 那以前我在台湾 还觉得没什么 后来我去东南亚 美国绕台 知道说 哇 这些有钱的功德主 最大的希望 就是他送他的儿女 到台湾这几个学校来 所以台湾也是个宝岛 提供了这种方便 所以教育很重要 所以因为什么 老师的关系 环境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讲的说 一个人因为种善根 生生世世 可以碰到善知识 你看我福报很大 亲近大宝法王 亲近苏杰仁波切 我也亲近过 萨迦法王 贝诺法王 努巴仁波切 像这个努巴仁波切 我很少提他 在我心中 他叫古佛视线 真的是古佛视线 你要从日常生活 才知道 什么叫佛 视线得这么谦虚 谦虚 所以呢 他现在把 祖王仁波切的道场 又能够做得更好 而且非常谦虚 更重要 中文很好 能够亲近到 同语文的善知识 告诉我们 成佛的方法 默默的 在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呢 亲近善知识 如果我们能够 一直种善根 就会碰到 好医生的意思 告诉你 正确的佛法 我也亲近过 殷顺导师 殷顺导师 虽然有人误会他 但事实上 他只是把这个 虽然很多人在念佛 但是念到脱离 日常生活 这个不好 虽然很多人 在研究密宗 但是没有抓到 菩提心的精髓 只有在吃肉 这样不好 那如何 这个人间佛教的意思 并不是说 什么都不管 而是说 你要实践 在你的日常生活 所以正确写了一个 千万不要误解 殷顺导师 但是一般人 就从表面来看 就觉得 哎呀 导师 不喜欢念佛 诽谤密宗 如何如何 但是这个导师的 苦口悲心 在当时候 民国初年的 佛教的一些猎项 他希望这些年轻人 能够抓到重点 但是有些人 就看表面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 读阿安经了 我就不念佛了 这还是很肤浅的 因为你没办法 所以一个人 就像达摩祖师说 他要找到一个徒弟 看到他的精髓的 就很少很少 那就算我们碰到善之士 我们更要有 累世的善根 抓到这个精髓 我看到很多人 就亲近大宝法王 我从他身上看到什么 看到一张 跟大宝法王照相的相片 现在都没看到 那就很骄傲 骄傲 我叫噶马庙法 我叫噶马什么什么 然后呢 他身上没有法王的味道 那就是说 他都花了那么多机票 也不错吧 其实不堕落三二道 有信心也好 但是他没有 没有抓到那个精髓 所以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善之士 各位要有福报 要去亲近 所以你只要 因缘成熟 广众功德 所以你像舍利佛 穆建年 他们为什么碰得到佛陀 不是这一世的呢 累世的善根跟愿力呢 不然碰不到 绝对碰不到 也不会生在佛陀的时代 所以很多祖师大德 过去佛他要亲近 未来佛更要亲近 只要这个世间 只要这个世间有佛陀事件 他们都要来亲近 当然净土的每一个佛 我们都能够去亲近 所以善之士有什么功德呢 其善之士能做佛事 这个善之士 他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实践佛法 叫佛事 吃饭走路 都在实践佛的视野 告诉我们怎么修行 事教利息 开始教化 利益我们 也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 更重要呢 另入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所以真化长老 绝光长老 卢须长老 大宝法王 这些朱大善 这是他最关心的 所以说你罚普利心了没有 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跟普利心相应 你不要忙着 盖道场 我度了很多信徒 我放生很多 这个你跟普利心不相应的话 这个业还会造成你痛苦 我跟你讲 恶业会让你痛苦 善业更让你痛苦 你这辈子很有钱 很健康 那叫善业 但是你就会更没办法 接受无常 除非你所做的一切都跟空性菩提心相应 而不能说只有追求善业 另入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所以各位你现在无论如何 只要一直问自己 问别人 清净上之事 我有入到菩提心之道 等一下 成佛之道 菩提道 中国八大叫菩提道次第论 你又没有进入菩提道 你没有进入菩提道 那么浪费了 但是善知事能够告诉我们 菩提道是什么 但是善知事就四线的真相给我们看 最主要还是这句话 另入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让我们进入重点 菩提心 第五 《摩合波罗经》 念一下 善男子 于是佛法中 被因恭敬 爱念 生清净心 于善知事中 因生如佛想 何以故 为善知事守护故 菩萨吉德 阿尿多罗三妙三不停 记住这句话 一个善知事 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部分在家出家 他愿意守护你 那当然守护你 这是菩萨的愿 你一定 小夜战 快速成佛 就像有爸爸妈妈 在疼爱的小孩 一定会长得很好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那善知事为什么要特别疼爱你呢 因为你已经发菩提心了 并不是他特别疼爱菩提心 而不爱没发菩提心的人 而是他一切都平等 只是已经发菩提心 他希望你赶快成佛 因为你就可以救更多众生 所以我碰过很多老的上师 法师 他们都带到房间 私底下 给我讲很多话 给我传法 但他还给我讲 我为什么要特别传给你 因为那你 我知道你会 你会很有影响 你会把这个法 弘扬到全世界 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必须很专心的 很维系的传给你 如果很多人 就没办法讲得这么细了 交代这么清楚 那所以他有一个认真 事实上我也认为 当然大众弘法 基本上就没办法太深入 因为这些人会共业 互相影响 没办法 没办法 会影响 但是私底下 对一两位真实有心的 那你会发觉 讲的内容感受就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喜欢 很重要的东西 要私底下去作业 但是他只是说 我传给你 等你已经创席了 你先升起了这个觉受 已经有一种感受 那你一定要广传 广传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有这种秘密 秘密 所以这有他的特点 但是无论如何 善男子 于是佛法中 所以我们已经听闻佛法了 背音恭敬 那我们要加百万倍的 恭敬三宝 恭敬爱念 真喜欢修行 真喜欢拜佛 真喜欢亲近善知识 读诵经典 诗为空性 但是要有一个 很好的动机 升起亲近心 不要利用佛教 不要利用佛教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有些人亲近佛教 是为了卖什么东西 有些人亲近佛教 是 哎呀 我说那无聊嘛 满足我的虚荣 满足我的欲望 那这个都不清净 特别 于善知识中 因生如佛想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把他 你对善知识 有一百分的信心 那你就得到一百分的加持 当然 如佛想 只要这个善知识 升起一个 不退转的菩提心 他就是佛了 因为他必定成佛嘛 但是我经常认为 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古佛再来 我以前还不知道 什么叫古佛再来 这些过去已经成佛的 这些善知识 就不断地在视线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每次念 噶玛巴 我就会想到阿弥陀佛 现在我已经认为 噶玛巴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念噶玛巴 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那不是阿弥陀佛 是什么 而且我佛佛道统 你念莲花生大师 他也是阿弥陀佛 净土来的 所以呢 有各种的视线 而且莲花生大师 大家 他的心是什么 来 一切诸佛之心 哇这个太重要了 莲花生大师 是所有佛的 菩提心悲心 合起来的 叫莲师的心 哇这个力量可大了 不是一尊佛的心 但是这些都是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各位 一定要有信心 像我永远觉得 莲花生大师 永远在加持我们 在我们头顶 在关心我们 对我来讲 他是真实的 哦那大宝宝 又是莲师的化身 不可思议 那这些祖师大德 那印光大师 红衣大师 他们都是视线在来的 所以我想 那我们要生起佛 那生起佛想 就要来皈依啊 而不是说参考参考啊 不能这样 你要有绝对的信心 你本来决定要 咚 这些如佛的善知识 告诉你 吸 OK 吸 这样啊 那这个要归命了 那你才能够得到加持 所以 那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 当作佛 那你就永远有佛在加持你 为什么 为善知识守护雇 因为这个善知识 想要加持你 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 他的加持就像照到石头 没有用啊 就像莲花生大师说 你一定要提请我 我们各位要多念连识齐请文 这有一段很不可思议的故事 你念连识齐请文 他马上就完全的加持你 进入你的心 你会感受到 他存在了 今天我们台湾人也不错 那台湾人说 哇 这公来啊 这公来啊 对不对 太祝亚来啊 我们从小就认为说 神是存在的 神会负在人身上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佛菩萨更灵 更灵 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那个信心 那你是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只是在帮助这个五着二世 如果一个人没有 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世间糟糕啊 乱七八糟啊 不相信啊 骗来骗去 你会很失望 不能有这个心态 这个世间本来就如此 但是念一下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我很早就体悟这句话了 所以我写这句话 我们心里面跟猪婆菩萨 在净土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尽量慈悲 就像你去屠宰场 你要去 你要去骂那个杀猪的人嘛 对不对 那些猪被杀胎也没办法 你现在能够救嘛 你也没办法 当然你一直看到猪一直哭也没办法 你看到杀猪的人要打他也不是办法 我们只能说对杀猪的人 可怜你的业障 你的业力变成 没有杀猪没钱赚 猪也可怜 人也可怜 我们如何两边都要关怀他 不然有些人说 这个人是在杀猪了 你不要跟他讲话 更要跟他讲话 因为我的妈妈在他手上 就一只也好 就两只也好 而且那一天我有送给一个杀猪的老板 一个最强的法器 我送给他旁边的居士都吃醋 我孙子 让你这么久 那些不拿出来 你没事情 那些事情比较大 因为他负责在杀猪 他一个月 他们说他们那边猪 一年要杀五万只 我听了差一点昏倒又起来 五万是什么数字 你五万只放在面前 是什么概念 你听不懂 所以一定 一定 一定要 你这个带在身上 这是嘎波康布 留下来少数几个打掐齿物 你带在身上 愿你所有 在你身边杀猪的猪 都可以得到超度 所以这真是如此 然而这个老板也有善根 听到我们过几天要去屏东演讲 他就跟那些杀猪的同学们 工作人员 老板一人给你六百块 晚上里面就通通去听课 去听课付六百块 人家也有善根 我还在考虑怎么讲呢 来了一批杀猪的 那你要讲杀猪不好 人家站起来就跑了 你要怎么样讲呢 让他慢慢有一点善根 慢慢慢慢 对不对 慢慢他成为我们的菩萨 透过你的手把猪给超度了吧 没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叫他停止那个作业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但是至少 哇这个老板 有善根 有善根 有钱真好 各位来参加八观摘见 领六千 那多少人来啊 所以因为善知识守护故事说 今天如果你把善知识当作佛 那这个佛就时时刻刻在保护你 干嘛把钱 那你不可能不成佛 那在爸爸妈妈在佛的呵护之下 那你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所以我想重点是我们的信心 清静心 第六 来 若欲成就一切智制 应决定求真善知识 善男子 求善知识 勿生脾屑 见善知识 勿生焰足 于善知识 所有教诲 皆因随顺 于善知识 善巧方便 勿见过失 华言经 那我们最大的目标 也是各位做完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回向成就一切智制 一切智制就是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有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就可以普渡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你这个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如果各位真想成佛 得到佛陀的圆满的智慧 当然这个圆满的智慧 一定是有圆满大悲 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智慧的 所以如果各位 我们想要成就佛陀的智慧 应决定 这个最重要了 最重要了 就像阿底侠尊者 冒险坐船几个月 到荆州岛 就是印尼 去亲近我们叫菩提心的教父 就是荆州大师 真实的接近他 十二年去学真实的菩提心 带着这个菩提心 然后又去西藏 把这个菩提心带给西藏人 成为西藏佛教之父 阿底侠尊者 但是很多人把菩提心当作读多少书 会讲课当菩提心 不一定 菩提心是一种 所以一种心灵的感受 就像各位 你看到妈妈就想要 就想要让她快乐 她痛苦你就心很伤心 真想抱着妈妈 就是这样而已 跟有没有读书没关系 那这个感觉很重要 那有些人就 没妈妈的小孩 你怎么跟他讲 妈妈是长得什么样 根本没办法讲 没有吃过糖 你跟他说糖的味道 你写了一百本书 也不知道糖的味道是什么 所以各位 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佛心 那你要去清净这个真实的善知识 这个真实有空性背心的 这些佛菩萨能化现的 那你才可以了解 所以因决定求善知识 那你已经碰到善知识了 真的有福报 所以我一直介绍大家 去清净大宝法 那是古佛再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抓不到他的薪水 那也没办法 那至少你清净到了 得到世间的福报 那这个世间太多了 你只要广众善根 发起菩提心 那你就看得清楚 就像慧眼是神通 你马上看到那个石头发亮 你也看得见 什么是菩提心的善知识 但是你已经接近了善男子 求善知识勿生脾屑 所以各位要清净善知识 善才同志五十三参 阿底峡尊者一百多位善知识 善知识也不要固执 我有一位就够了 不行 像我天天跑 天天跑 我都请别人帮我介绍 有没有什么善知识 要去清净 像我们这一次去 贾查仁波切 我最后清净到 缩解仁波切 无量受佛 常受佛的化身 唐东家破尊者的视线 所以很多人回来就很有感应 哇 看看老伦伯家 笑一下 你全神心情好 不知道为什么 得到加持 这个就是善知识 他的力量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所以求善知识 勿神辟欠 千万不要说 我发觉有些读书人很骄傲 或是说 他有些修行人也很骄傲 我就这样就好了 我就每天在家里一直念 我就闭关这样 你已经脱离善知识了 你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我要念几遍 我要怎么做 但是你永远没有善知识 你问他你师父是谁 大家都没事 没有就讲没有 没关系 因为他心中没有善知识 有时候你到底听谁的 听我的 听自己的 还用自己的想法在修行 为什么 没有善宝加持他 没有善知识加持他 不可怜的吗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有善知识在加持你 在回向给你 就算再远再远 你都有感受 这善知识的力量 它可以进入你的心里面 再来 见善知识 勿生 验足 你不要觉得很痛苦 跑这么远 跑这么远 所以 而且那边环境又不好 所以 不会 多久 一段时间 一定要去加持 勿生 验足 于善知识 所有所教诲 皆因随顺 你要一教奉行 法随法行 而且要顺从的 去把它实践完 因为善知识 他有神通也好 他了解你 他了解你 你很喜欢读那个经 你很想善知识 说 你先拜佛 你先忏悔 你先如何 那你就要一教奉行 你认为说 那个太浅 我的地藏经 读几遍 我现在应该读什么呢 善知识说 你还不了解 地藏菩萨的本意是什么呢 那你就跳过去也不行 所以 所谓善知识 至少他像一个医生一样 知病 知病因 也知解病的药 他都会给你 而不是说 上回有一位大法师 我请他去见一位高僧 那个高僧说 你先念完四归一 十万遍再来找我 因为法师有一点 我是大法师 现在叫我念四归一 四归一就说 代表还没信心的人 对三宝 还没信心的人 对上师没信心 先念完四归一 十万遍 不去了 不去了 我一观察 这个人本来就是 知识分子 对他师父 根本没信心 我也不知道 他师父是哪一位 所以对方真的是善知识 一看到他说 念十万遍 四归一再来 你连信心都没有来 见他干嘛 再来 于善知识善巧方便 物见过失 叫你东 因为你偏西的 只好叫你东 再一个进来 叫你西 因为你偏东了 奇怪 师父叫我东 叫他西 这师父怪怪的 善巧方便说 针对你的问题 而讲的 对你的不见得是对他 但是你不要去找 师父的缺点 师父这样做是对你的 因为有些人呢 不打不行 有些人不骂不行 他骄傲 所以善知识会用各种的方法 但是你不要一直找他的缺点 他这样做是有有 前面你可以怀疑 一认定你就不能怀疑 就像你结婚 还没有结婚 你好好观察 观察观察观察 决定结婚了 念一下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才会幸福啊 那这就是 你既然要结婚 你就要决定好 我要跟他结婚 那我就爱他一辈子 这是应该做 既然要结婚嘛 我这辈子会这样 一定是过去是培养的习性 我不喜欢不喜欢 对不起人家 也不喜欢让家里 因为你跟太太吵架 所以跟太太跟先生吵架 很不孝 为什么 爸爸妈妈就烦恼 痛哭 儿女就哭 儿女要有爸爸妈妈离婚 所以各位你不要自私 还有我老公有外遇 不管他都跟他离婚 三个小孩要叫谁骂都不知道 所以有一个来帮我讲 师父对我爸妈不太好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从小他们两个就吵架吵架 都在抢我 我像可怜 一下住三个 一下住三个 我不知道听谁的 所以我对我爸爸妈妈没感情 我说你这样讲不对 你要开始 你爸爸妈妈是真的太爱你了 对不对 抢你 但是当然你对婚姻没好印象 但是也可以知道说 爸爸妈妈离婚 那小孩子多可怜 给他再多钱 他也感受不了温暖 反而宠坏他 宠坏他 不敢让他受苦 好 这话讲回来 所以各位呢 我们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什么教化 我们都有他的 秘义 这是你不知道的 你根本看不出 他用这个方法来教育 你才能够消除 某一些不好的 再来 七 善知识之德 善男子 其有随顺善知识教 诸佛世尊 惜皆欢喜 其有随顺善知识语 则得尽予一切之地 其有能与善知识行 心无疑惑 则常知欲一切善有 其有发心愿常不离善知识者 则得具足一切 圣身最胜的毅力 华言经 所以出家了 甚至学佛 没有找到佛法的精髓 那是最可悲可怜的 所以千万不要换来换去 有时候我到国外去 我认为很多出家人 他师父不知道哪一个 不知道 这个寺庙住住 那个寺庙住住 然后就是这样 美其名是参访 那这个参访是没有善知识加持的 因为他师父根本管不了他 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那这个哪里叫参访 这个是流浪 对不对 违背善知识的教育 今天你的善知识告诉你 你应该去那边参访 参访 你应该去去 那是因为这样而去的 而不是说我喜欢去 我不喜欢去 所以我想我们亲近善知识 那要随顺 善知识 我今天是我师父交代 我去做那个事情 这我才去做的 这个叫什么 不离善知识 随顺善知识的教法 因为这样对我有帮助 师父叫我离开 一定对我有点帮助的 师父叫我不要去那边 一定对我有帮助的 所以你才可以得到 一切佛法甚深最深毅力 他的道理 他的利益 那后面这个最重要 那善知识要哪里找呢 有什么条件呢 那菩萨地论告诉我们 那我带各位念这个 是希望各位 这个八个条件 成为一个菩提心者 也要具足这八个条件 因为我们接近善知识 目的是希望将来 也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让别人因为 依止我而得解脱 乃至成佛 所以这八条 各位要多回光返照 念一下 菩萨善知识 若具八相 视为圆满 何者为八 一 多闻大圣经典 二 持守菩萨戒律 三 具足修行证悟 四 悲心记重 五 无有畏惧 六 忍耐谦和 七 心理悔期 八 善与言词 菩萨地论 所以做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菩萨的善知识 要有这八项具足 就像各位说八观再戒 那你都说好了 那你才有慈戒的功德 哪八种呢 第一个 多闻大乘经典 所以一定要各位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各位不要懒惰 一定要看 我在家比出家还认真 我在家一天 各位都会背 十八个钟头在看经典 六个钟头吃饭 洗澡 睡觉好了 我一点都没有间断 那后来出家了 就比较没时间 至少每天四至六个钟头 深入精湛 其中两个钟头呢 听所有录音呆 我都听完了 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有空 我在武功室 我可以做很多 后来到外面 每天还是要看书 找重点 因为找这个重点 自己也可以用 也可以 就像我收集这些重点 然后呢 自己也可以用 别人也可以用 但是你不看经典 那不行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法师说 就是讲经说法是主要 我们要按照经典来分析 这样对好了 就算我们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挑出来 大家一起读诵 对不对 界的功德 八观哉界的功德 菩萨界的功德 能解释就解释 不能解释读诵 大家至少知道意思 所以各位一定要 广学多文 大称经典 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入经典 读诵大称 这是最重要的 读诵 虽然我们读诵大称 不离开 深信因果 持戒不思 以一个菩提心 而且不但自己念 还要劝进行者 第二 持守菩萨戒律 那一定要 所以并不是说 我不持戒 也叫菩萨 那不可能 所以做一个菩萨 当然要守戒 持树 持悲 都说八观哉戒 乃是菩萨戒条 就是菩萨戒 所以十众四十八千 六众四十八千 各种的戒律 各位都要守 第三 具足修行证悟 这个证悟 它可以看到 别人看不见了 这不是说神通 就是说 一个事情 它可以看得比较远 比较细 它可以调伏心性 这也有修行的证悟 甚至 有时候 有一些法师 哇 一出现念念经 彩虹 对不对 天气有瑞相 甚至它让你感受到 哎呦 什么生病都好了 具足修行的证悟 对它自己来讲 开悟也好 慈悲也好 有什么特殊的力量也好 神通也好 有可能 第四 悲心记重 最重要 大乘佛教没有慈悲心 还叫大乘佛教 还有慈悲心 救济众生 重不是说 对人 对动物 是所有众生 悲心记重 第五 无有畏惧 万法皆空 有什么好怕的 要无畏 什么事情该做就应该做 要勇敢 无畏 不退转 个性上 第六 忍耐 千和 受得了苦 像我师父 用的都很简单 睡的很简单 吃个药都会笑笑 媳妇 太好了 忍耐 千息 和和 这个个性要培养 你不能说 这个我无关 我的个性就高超环 那你要做菩萨 你要忍耐千和 第七 心理悔七 内心里面没有后悔 经常后悔 七就代表忧郁 伤心 看不开 有时候出家人 某一件事情来 看不开 那也不是一个善之士 我们在家就看不开 你比我还看不开 就是说 你发生事情很严重 哭啊 善之士没关系 对不对 他也视线给你看 第八 善于言辞 这个很重要 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怎么转 这要有变才 要善巧方便 就像各位说 你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像 不会解释 那也不行 就像人家会有神通的人 你问他事情 他为什么可以解释得很好 他不是有人跟他解释得很好 而是他看到一个像 他就知道这个像 代表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他也会解释 善于言辞 所以各位 这善于言辞 各位就要多练习 平常各位 现在没讲话 但是你要想 我要怎么说 你要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在你没有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你已经想好了 怎么讲 对不对 怎么跟他解释 那你要一直练习 那等到碰到状态 自然流露 自然流露 这个叫自信流露 因为这个是符合佛法 符合普利心的 你自然善巧方便 便才无外 那不然的话 对方听不懂 听不懂空性是什么 比如说 什么叫空性 这个镜子就是空 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执着 你要拿镜子里面的东西 会破掉 大宝房这样想 很好很好 一下你就通 不然讲空空空 讲到大家都一起空掉 这样 无啥啥 空到没法 他不了解 悲心是什么 悲心是一种承担 一种跟众生的连结 这个是上知识讲 所以我希望各位 莲花生大士教研 多看 因为我们称叫第二佛 他是真正的佛 但是他用现代的语言 因为莲花生大士没有讲经 他用现代的语言 来对国王 对百姓 对出家人 对女性 怎么讲现代的法 甚至还留福障 那个福障又印出来 然后大家都看得见 而且非常的白话 那这些 他知道在什么时间 要用什么法 来帮助众生 好 第九 若无法具足上述八种条件 最基本应具备两种条件 两种条件者 入菩萨行论云 真善知识者 身通大圣教 持菩萨胜律 虽逢命难缘 不舍菩萨戒 这是说 善知识的最低条件 必须身通大圣教义 和持守菩萨戒律 所以各位一定要 身通大圣教义 所以你要看 华言经 新地观经 报恩经 凡是所有大圣的经典 包括宜教三经 包括阿含经 大圣不是说 我读这个那个不读 大圣就包含所有的解脱道 大圣里面有凡在显教跟密教 你都要看 特别密教的经典 我们唐密有四大本 写得非常清楚 你去看你就知道 令言作功德有多大 度母作功德有多大 有时候我们接触藏传佛教 他们还没办法讲这个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很少在研究经典的 他们是专心的灌顶修仪轨 虽然经典有口传 但是呢 现在桑建年巴仁波切 在西津的隆德寺正在口传 甘筑就是藏经 将近两千人参加 那我讲这个各位可以随喜 一个功德 他们每天一千五到两千人吃饭 一顿饭 一万五千块台币 一万五千块可以供养 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出家人 供灾 而且他们在扣穿大藏经 这两个月的时间 当然你要护士奶茶都可以 那至少我们随喜他们功德 那但是各位要做我一个善知识 乃至你希望成为一个法师 对不对 或是一个菩萨 那基本上你要把经典 看完 要多花时间看 你千万不要说 反正师傅跟我说 一句欧米豆腐 我什么都不看 师傅跟我说 踏一本经典 我什么都不踏 那你的脑筋就 卡死了 不是大秤 那大秤要深入警长 智慧如何